呼吸 横隔膜 今天讲这横隔膜这个功能训练 大家其实听过很多的这种 我就相信 就是无论是在网络也好 还是现实我们生活中在实践 包括我们学习和教学当中 很多的专家和老师 我相信 其实这不用我说 全世界的专家 全世界的老师 都会说 任何一唱歌上都会强调 呼吸的重要性 呼吸是歌唱的源泉 因为我们生命来说 我们人来说的呼吸 它也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如果人没有呼吸的话 基本上我就不可能能产生说话 人没有呼吸的话 他也就不能存活 所以歌唱的生命 其实上对于来说呼吸也是很容易 呼吸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影响你歌唱的艺术生命 和这个艺术寿命 包括它的质量 对吧 它可以真的说 可以说是歌唱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灵魂性的东西了 但是就是说 很多老师都说到 我们呼吸气息有多么重要 呼吸有多么重要 是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同学呢 就是在这里学了很多年 我依然碰 就是不是说到一我吧 我们很多人实际上就是学生来说 都会还是在这上有一些困惑问题 我到底应该怎么呼吸 我怎么样呼吸才是好 我怎么能用上呼吸 我这呼吸怎么练 我练完了 我这呼吸 为什么这身长是达不到这个效果 对吧 相信大家很有很多这样的疑问 然后比如说 这个王老师那么说的 这个呼吸什么感觉 李老师说的 这个呼吸什么感觉 然后我看到这本书 大歌唱家演谈演唱技巧等等 比如说这种类型的书 那你看 巴罗蒂说呼吸什么 像桑斯兰说呼吸什么感觉 Domingo 他就怎么说呼吸什么 那么他世界上任何 很多歌唱家都在说呼吸 但可能你会发现一条 好像说的不尽然相同 有说 比如说横格摸这个两个外扩的 两类要打开 外扩 有人说了这个 这个像拉屎一样的感觉 对吧 有人说要崩起来 提纲是这种感觉 包括还有说这个 脚肚子收住 有说斜肚子里头 就整个要往外走 对吧 就是说大家很迷惑 有时候腰后背要使劲 劲是这个进水 拉起来拉力 那我呢 只讲我一家之缘 就我个人的感受 从我学到和看到来说 我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腔跳呼吸 一定要吸到腰上 有人说这个 更早的来说 就是说锁骨呼吸 胸式呼吸 腹式呼吸 和胸腹式呼吸 对吧 那有人说到腰上 吸到腰上 吸到这个脖子根上 或者说吸到你的小腹小肚子 或者是吸到这个 你的后腰 或者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臂上 脚后根上 就吸到这 那到底应该吸呢 所以说很多人又迷糊了 我到底该怎么 今天吸 就开始吸到腰上 明天又吸到地球顶里面 后天又改了脚后根了 然后后天后背又吸到这 就总没有一个固定和稳定的 就是你能坚定的让你去 到底该从哪下手 就是我们很难去坚定 就是因为为什么坚定 因为我们很 始终也找不好 到底哪个是最适合我们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条 我们练呼吸的目的是为了更浮雲 更好的歌唱 更好的声音效果 所以一切所有的说法 包括这些提法 是以你个人的演唱效果 和你自己个人的身体肌肉感受 为前提 如果你个人感受非常难受 甚至已经很痛 很累 就是说嗓那个方面有挤 很难受 声音就是 它不 姑且不说声音 你自己很难很累 对这种嗓子 尤其是在嗓子附近的影响到周边 那你可以还是可能要重新考虑考虑 可能我们这个一些这个方式方法 哪个某些角度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要重新调整 要换换思路 那如果说就是你嗓子不累 身体很累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 而且说了 你的声音也很好 你的声音也很平 就是说好 一个非常好的声音 质量相对较高的是质量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呢 你自己感觉呢 又很舒展 很舒适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和谐 然后在这种前提之下 你的身体OK 你有这个前提的感觉之下 然后你比如说老师 我就吸到腰这 我是这么唱的 然后你什么感觉 OK 坚持住这种感觉 有时我的膝带是我的腿上 我膝在屁股上 我膝在我的脚后跟上 等等OK 就像我说的 我的声音就第一 我的声音对了 很好 第二 我自己唱的也很舒服 这个过程 然后我作为老师 OK 我比如说问你这个学生 你什么感觉 老师我会回答老师 我怎么样 我这声音 您第一 已经听得对了 那我的声音感觉 我也很舒服 那这个时候我说 我的感觉 比如说是在脚后跟上 OK 那我比如换一个老师来 角度来说 那回答学生 你就去这么想 你以这个为核心 一切都以为这个深度 所以它不是绝对的 你不能说我 OK 我的老师是这么说 我的老师是这么说 必须要吸到脚后跟上 我就死活 我没感到 我没感受到脚后跟 不行 我老师是 老师是那么说 老师专家 老师的老师是大专家 老师的老师就那么说的 对不起 这个只是说 他自己个人 在前一代人的时候 他自己的获取 他是这么获取的感觉 但是每个人会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些肌肉感知 就是有微微差别的 但是最后我们说的一定是一个好的声音结果 如果最后你练了半天 OK 你的老师比如说 他探得很好 很深在脚后跟上 他扎得很深 但声音效果很通透很通畅 OK 但是你让我说你很急很憋很难受 OK 那你如果说你最后声音还闷在里面了 对吧 你跟他出不是一个动静 就甚至一些 有些别的肌肉不应该加的一些错误的东西 开始在里面元素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 OK 要调整 不要 就是一个劲走到底 脑子相对来说要辨证和灵活一些 我们所谓说呼吸 还是讲这个呼吸 我尽量还是不想讲这个 我不想讲的像那么 这么的学术性 就是跟这个书本上说的都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那不用听我讲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都能获取 这个我们歌唱实际上就说什么呢 要这个声音你的质量要好的话 并且还能有共鸣 还能斩得开 首先是第一条 你得有根 你根扎的是 而实际上我们横格膜等等训练这些机器 就是为了扎住根 你根扎住之后才能说枝反一眼冒 你根扎住才能这个参天当中长起来 对吧 如果你根扎的不深 扎的不实 可能这个衣相对来说会枯萎一些 你的声音相对来说 也会相对来说光泽度啊 包括这种力度啊等等都达不到 那我们先明确一下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呼吸 比如说有人说老实际上说话一样 说话一样的去唱歌 这话也对也不对 未来呢有机会我会把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可以 那不可能 所以我们平常说话可能是一种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 说话有一个好不是吗 就是我们比较放松啊 如果有人身体紧的话那我们先找说话感觉可以找放松的感觉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找自然的感觉就说话语音的自然有些字都要不听了啊 大家好你干什么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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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然一下啊 那 给你找到这种自然感觉是为了放松 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就是休息 你看大家很安静 听不懂 就是坐着 可能今天就很轻轻的像熟轻博斯一样的轻一口气 有你就说话就够了 哎 有一天也很累也不想说实话 太多大正说话爆炒 轻轻的一碰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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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啊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还有一个 我现在在这讲课的时候 大家听得见我听得清楚我说话吗 啊 如果说听不清楚赶快打二 如果听得清楚就打一 啊 咱们以后再开了半天 这个没人听听听听听见 那这个就是白讲 挺好挺好 OKOK 我看这半天就没人了 我以为 我以为别的掉馅了 先前面我先不着急讲 我不着急先给大家练 我就是给大家梳理 这么个观念 声音小一点 那我往前一点 我声音后来就带着 比如说说话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可能 这锁骨呼吸都不 你感觉这个细细支点在这 够了 学说话绝对足够 最多可能深一点的是什么呢 我们加点劲呢 像是胸式呼吸 对吧 你好干什么去 有的说 腹式呼吸我再深一点 哎呀你坐着深一点 对吧 就是你开始呼吸的支点 是在你的胸上 然后呢 腹式 我强调是什么呢 咱们实际上还是说 这种胸腹式 胸腹式 我们歌唱呼吸 要整个实际上为了 胸腹式为什么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 这个腔体的一个展开 一个支撑 所以你的胸腔 这是为了你的胸腔 正好也是一个 一个舒展能展开的一个状态 能够震动你的胸腔 OK我们这个胸是 你胸的呼吸也要有 然后呢 在通过胸 你要通过胸之后 才能下到你的更深的地方 也就是腹的意识上 当然我给大家现在说的 这个就是胸腹的时候 OK包括横隔膜的一圈 大家看 就一阵 横隔膜这个一圈 就是咱们说 泪茬子以下 这块软的 你隔着你的地方 要笑这块这个肉 会经常一笑 这儿酸 那块肌肉 那块肌肉很重要 腰上的这块部分 就是肌肉也很重要 肌肉方面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运动 它运动原理是什么样 对心清楚多了 好 我刚才说了 有的老师说 其实就是发在腰上 在哪吸在哪唱 脚后跟上 我就横隔膜 有时候憋着他 有时候拉屎一样 有小腹子都紧 有人说小腹这样 小肚子 整个肚子这样出来 所有的这些方式 其实都是在为了 以呼吸做服务 都是为了调动 你呼吸的那组肌肉 那些该工作的肌肉 给他调动起来 这个肌肉的能力 必须要有 而且他还得相互配合 还不是一个单死的力量 它是一个协调 最后最终是 这个横隔膜 包括你的背肌 和你声音的配合 它是要协调能配合的 我现在跟你练完了 横隔膜这个功能说 并不是说你的呼吸 你唱歌就一定好的 你还要帮 帮过 这个 再一点点的建立好之后 和你的声音 再去磨合 磨合的一个协调 但我说前提是 你得有这功能 你没有的话 你提不到这个 所谓能磨合 协调 那我们现在想想 其实很多老师 用这些方式 说完 就像我之前说的 右脑 右脑是什么 是感知 形象和想象 画面色彩等等 情绪 情感等等 这种感性思维 用右脑 画面感 那左脑是理性逻辑的 但是我们这个声音 难就难得 你没法完完全全 百分百 它是个艺术 是有情感注入在里面 所以它有很大成分的 感性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 也是给它区域 给它就是 也要给它丰富 它这个学术 实际上慢慢慢慢 我们的理性的 这种东西在里面 因为为了 其实教学当中 我觉得更需要 更多的是理性思维 然后引导感性思维 就是左脑是这样吃的 左脑就是说 我们就是比如说 你聊多少什么赫兹 什么气息压力 这些数据 数字 这些来说话 但是你搁上 你没法百分之百说 就是说你达到多少赫兹了 你达到这个 这个都是第几厘米 哪来什么角度 这个特别清楚 不可能精确到这份 最多只是一个叫方向性 它要让它越明确 越精准越好 但是我们不可能 精准到毫米 微米的这种 不太可能 所以右脑就是引导你 那我们现在看上左脑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各人体的演唱 这个左脑 我拿什么来举例呢 还是拿我自己 我看看 哎 对 我们就拿这只小猪 假如说我们这就是一个歌唱者 那我们看看 因为这个在家目前来说 在北京目前疫情 还比较严重 我这个可能条件 也没法出门 可能也并不是太吸引 我们看 找支笔 找这只棒棒 胖 我们看啊 假如他作为一个人体 一个歌唱者来说 虽然他这个面目很猙獰 这就当自拍笑机 我们看啊 就是恒格膜 他从就是 从这个肋茶子开始 假如说 他这两侧是肋骨 两侧肋骨 就像这个 一般这一圈之下呢 他这有一个隔肌 隔肌 其实有时候 大家也看到很多解剖图 我相信在网上 你自己查就知道 这有格膜肌肉 这个气 你看就像在这儿 我们说恒格膜 在这一圈 这隔肌 恒格膜以上 就是我们的肺心脏等等 肺心脏 我们要想吸这个气啊 就是让呼吸 首先你要吸的气要 不是多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你气吸的越多 你的声音 才更有智能越好 你气吸的多 你都堵在你喉咙这儿 或者这个空间的话 你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去 关键是要用这个气 所以说气不一定再多 而是要吸的深 就深 就感觉深到你所谓说的 老实说的 吸到腰上啊 吸到你的脚后跟啊 吸到的这个 脚后跟之下呀 吸到你后背上啊 OK 都是为了引导你这个 横根膜的力量 给它吓得更深 展开的更开 所以说它这个气 就有空间会更大更深 语言的意义上来 从左脑啊 人实际上解剖学 气只能吸到你这个肺 看这胸椅上了吗 就是它这两边 这两边是个肺 我们只能吸到这儿 我们的气啊 从空气来说 就是我们吸的气 空气 它就只能到这儿 OK 两边呢 有五片肺液 五片肺液 那这个肺液 然后我们这横根膜是什么呢 通过这种 它下压 你横根膜这个控制 然后什么呢 下压和外扩啊 外扩里面后 这个下压 它也可能在这儿 是这样似的 然后你吸好气之后 它吸气 深吸气 当你的系统 吸气这个能力控制 它有个下压的空间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它这个肺部的空间 就更多了 让我们肺展开 更多的空间 我们空间一大了 是不是 我们收起那个气就更多了 对吧 假如说我这个100平米的房子 我就只能装这个100箱 对吧 那我把这个空间给它展开了 我让它变成180平米的时候 是不是我能放180个箱子 一个道理 你知道吗 假如说用箱子来比喻成气的话 用这个废的这个空间的话 那就是说 就是到房子 那我们说 就要把这房子平米扩充 这个屋子空间 你把空间扩充 OK 大家看到我手吗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 有一个八字感觉 八字 展开 你看肚子 空间 我就吸开了 所以 这个时候你要用 这是左脑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 要把横根膜 吸开 这是下 先下来 你能拉下去这个能力 这是第一步 很多人先把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它都没有 这个能力的身体都没有 先把这个能力 先别说空间 因为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你的气息 实际上就是 很多这个唱的时候 为什么你的声音达不到 是因为你这个气息 这个力 就是所谓的这些 配合这个 帮助你呼吸的这些肌肉的力量 和能力 功能不够 所以我们要念这个功能 这个力 所以说为什么叫气力 气力 对吧 咱们的中国人讲 那个老话叫 气力 气力 气力这个很重要 明白吗 就是我们有 为什么有一句话叫 有气无力 对吧 你干嘛去 老张 咱打牌去 我听不见 你说什么 打牌去 哦 看你二姨去 对吗 为什么 声音不传呢 对吧 有气无力啊 你干嘛去了 你这刚出来 咱们了 这么长时间没干 哎 别提了 现在时间大手术 我大手术 开一切开 肚子这开了 头的 为什么 我们这个实际上就元气伤了 所谓的 咱们的古人讲啊 咱们从咱们这个文化 中医这个角度 养生的角度 是因为你元气伤了 对吧 尤其女性生完孩 哎呀 大嫂 我生完孩了俩月呀 哎 哎 可就没劲上楼的船 哎呀 抱着孩子 抱着孩子 这就说话 有气无力的 这整个 对吧 尤其抛肤肠 这整个肌肉 它整个是有损伤的 哎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个感受 尤其女性的朋友 啊 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气无力 因为你那个力没有了 我跟你说 那个气就好不了 当你这有气有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如说门口 经常就是有 经常见到这种内型的人 天天挺好 猎身体 老头光着膀子 还挺 我记得我家门口 有一个老头 特有意思 一喊说话 就梦声梦点 嘿 有他们的 啊 见罢我呀 哎 小伙伴来份玩抱抱 玩抱 玩抱 就这么傻 但是我看那个老先生 你知道吗 身体很结实 练这个 什么这个 练身体啊 跑步啊 老先生还练这个 太极拳的 等等还在练装啊 就我发现 哎 我非诚您的身体那么好 这个 你看看 我这身体气力好 对我们天津人 啊 就是说气力 这个就是这个力的 非常之重要 啊 我们歌唱中有这个 不是万能的 但是它是个前提 你要把这个力还要控制 要 美感 还有柔和 还有一个线条感 但是又一层面 是吧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说的 你要线条感起来 你要给它音乐 给美感 你要引动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要跟它灵动起来 跟它斜角涌动起来 但前提是你勇动起来 是你能动得起来 知道吗 所以我这个 可能训练跟有些人 这个观点不是完全 要我强调是这个气力 这个力 知道吗 因为你有这个力 慢慢慢慢 它能养你这个气 你这个气养得也好 它能带动你这个力 它是相互相产的两者 所以年龄大的人 你发现唱歌 为什么开始不行 就有些时候 也不是说 他意识不对 他学没 是他唱的时候 他有些东西是有气 你就是 就是有心无力了 就是你的意识 你的方法 都撞上 你有心无力 所以要 我跟各位年党人说 不是不能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 其实有办法 只要你们找准这个方向 包括可能呼吸不好 或者迷惑人 你找准这个方向 实际上 这过程是真有可能 是或许能解决